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卡带给大家看一下 有电12伏的电 这是汽车以前汽车的一个Mitsubishi的卡带 还是可以用的 还是可以walking的 我不能放太多音乐 这个音乐是BBC的卡带 这个叫什么 Train Room from Chowmood BBC BBC的卡带 以前Key的这是Mitsubishi Auto Reserve System 然后这边就接一个12伏的外接电源 然后这边接去它的喇叭 它的Diagram在后面 虽然很多不太不是现在 但是测试一下还是可以的 可以看到这个年份 哇 嗚呦掉了 这个是Ground 黑色的是Ground 汽车的铁都是Ground 反正这个就是Mitsubishi Cassette Type Player 然后Model Number是GX-111 是不是111还是什么12伏Ground 它这边就有写你的Diagram 就9个的连接线 Y白色就是Ride Speaker 你会看到白色 这个白色Ride Speaker 就是右边的喇叭 Brown是左边的喇叭 然后Red就是当然是12伏的加 然后Black就是Speaker的剪 就是Ground 所以现在因为这个Ground已经跌下来了 诶?我的Ground呢?在这里 它接上的时候 它就应该会亮起来 所以它的开关 开关是放下这个才要开关 可以快进 可以看到 倒推 他给大家听的这个是 你懂以前的EQ 或者以前的我们的高低音是什么 知道吗?这个就是高音 左边右边 先放下这个 这个就是以前的 你要打去这边 你就听了比较多的高音 中音就听中音 这个就是低音 这以前就是应该是用 应该是Andalogue 应该叫模拟时代的时候 然后这个左右边 整个操作很机械感 如果你去看过最近出的Transport 你就知道那个卡带 这种就是很兴奋的 Visri Reserve System 它这个还有一个特别 就是卡带当 因为这是单面的嘛 当它单面放完的时候 它应该会自动回放 就就两 你不用把它拿出来 再换一面卡带 我不知道有多少个人知道 卡带是分两面的 你放进去一面 当你听完这一面的时候 你要把它拿出来 再放另外一面 把它放进去 所以以前驾车换卡带 或者以前玩那种随身厅 厌恶那种随身厅 换卡带是很有眼的一件事情 现在很多人已经失去了 这种换卡带的那种兴奋 以前我小学的时候买了很多卡带 但是这个的它的自动回放的卡带 好像已经坏掉了 给大家看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就在这边 它虽然是Mitsubishi 应该是日本的机械 但是这边却想 Belgian license made in Japan Under Belgium Belgian是什么 Belgian应该是德国 看到吗 这个应该是德国 就是不是日本的设计 所以日本很多东西的设计 是跟德国有关 所以它这个开关 当你没有卡带的时候 它开关是放在里面的 当它有卡带的时候 它这才开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以前放在汽车里面的一个盒子 很有意思的一个机械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机械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应该是马达里面 以前的电容 电阻都是这样子 电线 整个机械感很强 整个重量很有分量 虽然这音质跟今天的比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整个用的话 今天可能很多90后 甚至00后都没用过这一个 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所以录制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刚才我朋友 从那烂东西里面找出来 还可以用 你看我不知道这多年 可能经历了20多年的一个东西都可以去使用 特别是机械感 你会看到整个用起来那种的感觉 那种实在的感觉 今天CD都没有这种感觉 今天很多手机换歌都没有这种感觉 而这种的时代感 只有你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时候 你才发现这种的今天带给你的兴奋 是今天很多触屏 很多今天 很多科技所失去的东西 所以科技慢慢让我们失去了一些 很真实的触感 特别是这个 你看 以前我记得我玩卡带的时候 还有一个 放进去 它真的是会弹出来 你看 那种感觉 今天很多已经给不到你这种实实在在 换卡带 换洗礼 甚至换黑胶碟那种感觉 可能是我们生活真的是太方便了 我还记得我很久 我第一次听卡带 我记得那时候是我爸爸的单位 一起在一辆小面包车 记得不是 是吉普车 中国的很吉普车 那时候换卡带 那种感觉 就是这种 那时候是从南宁家去北海 差不多四个小时的路程 现在高铁一个小时就到了 但是那时候路上我们就听卡带 那时候换卡带的时候 总觉得这种机械感 那种感觉 仿佛回到了我小时候年轻的那个时代 那种的味道 给大家看一下后面 没有任何的接口 没有任何什么HDMI 或者是什么 底下 这个就是一个放在车里面的 应该是以前Mitsubishi车里面的一个东西 就一条线 就接出电源 九个连接线 九个电源 说出 然后声音 卡带 整个电源 这种就是很古董的一些味道 如果有机会 真的想把它放起来 回去听那种的味道 那种的感觉 所以很多时候你听老歌 当同样的一首歌曲 你用卡带听 和跟你用CD或者YouTube来听 是感觉很不同的 我希望有机会我的频道 只能好好把这些记录下来给大家分享 太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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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more Come show something 这一个 What brand is it? Blackpump Blackpump cassette as well 你看到这按钮 我觉得比Blackmagic的按钮还要更结实 更实在 Blackpump was original for BMW wasn't it? 这个原来是放在宝马的 好像是我同事讲 我朋友讲 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 It's working Don't know We need to test it You got any more? One more But I haven't got the I don't know the diagram for the connectors on the other one What's that brand? Toyota Is it over there? Yeah I'll bring you and have a look Just show on the YouTube channel 还有一个Toyota 这个才是 这个才是真实的东西 现在的车哪有这样子的按钮 所以 怪不得是按钮那么熟悉 这以前是给宝马设计声音的 两个 Toyota 丰田 你看以前的按钮 真的是太爽了 我真的希望有个古典车 加着这种 加上去真的是很爽 好 差不多了 就这样子了 回家吃饭 再放一首歌 这是B面 这个就是A面 这是B面 就等一个卡带两面 你不用拿出来 这个加车的时候真的是太爽 太爽了 这个是Search 太爽了 但是它是不正确的 但它是不正确 我会找到 我会找到 线线线线的线线 因为它是没有什么 线线线线 We did make it for Beyond the View but we made it for Proton as well Can you do one just for that separate one? Which one? For my Proton channel You do it? No you do it! Talk in Chinese What do you mean talking Chinese? I don't know what to talk It's original UK spec Proton 1.5 SE This one? Yeah